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每天一款实拍车 今天的主角是全新一代的齐亚K5 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韩系车了 但是 不出所料啊 这个全新一代的韩系车型在颜值上 还是稳稳的一步一步的进步当中的 不信你看一眼 隔壁这个老一代的K5 Pro差了很多 这代车型的前脸一看上去明显就是年轻了至少10岁 首先这个黑色的网状的主隔山 而且它是以中间为轴心向两侧去扩散的这种设计 这种手法其实在这种运动的车型上是非常多见的 然后呢 第二个亮点就是它的 日间行车灯 这个走位非常的风骚啊 这个他们跟我说叫蛇皮走位 我也不打游戏不太了解 反正就是你不知道他要去哪啊 这个WiFi扭扭的感觉确实挺独特的 然后整个前脸从我这个角度去看 你能发现 车头的位置 这个往下走的态势是比上一代车型要明显的多的 它整个车头非常的下探的一个走向 这种感觉都是运动车型的典型的标志了 我来之前我在猜 这个车会用什么轮胎啊 是用紧胡挖还是用这个寒胎啊 但是一看 是贝耐力的P0 这个还是可以的啊 这个运动车型一个 必备元素 车门子我要是进入的配置 但是我只在前面看到了后面门把手没有 然后整个车身的侧面最大的特点就是 溜背式的车顶造型了 这个也是典型的运动车的外观 而且呢 一个最大特点 它的整个溜背是 包围在这一整圈的镀铁条当中的 当我走到后面的时候 尤其从这个角度往下看 有一点点那种敞篷车的感觉 好像是这个地方可以翻开 把这个敞篷叠进来 其实不是 然后呢 有一点点遗憾 它是没有鲜背式的后备箱的 这个肯定是受制于成本的关系 可以理解 打开后备箱给你们看一眼 这后备箱我目前没有数据 但是目测我觉得容量还是 在这个级别当中比较大的那种 尤其是里面的垂直高度非常高 这个还是挺意外的 但是配置层面 除了一个照明灯 其他的锚点挂钩什么都没有啊 这个是有一点 缺少了 然后打开这个地板下面给了一个额外的储物空间 男性的消费者应该都比较喜欢 因为它是没有备胎的 用的补胎业 把这个后备箱关上再给大家看一眼 整个车尾的设计 贯穿式的尾灯 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个元素 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里面的这些光源是断开的 一点一点一点的连在一起 所以你以后你在路上看见前面有一个车是贯穿式的 一堆点年的尾灯啊 那个大概率就是奇亚K5了 同时呢 两侧的排气 中间的扩散器 然后侧面导流口 全都是装饰啊 这个为了颜值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设计 接下来我们再去车内看一眼 外观可以说设计的非常大胆了 这个内饰我有点担心会不会走的比较偏激 进来一看还好 它还是一个家用车的底子 兼顾了一些运动的感觉 那你的面前这大片中控操作区域都是向驾驶员一侧倾斜的 这个年轻人肯定很喜欢 然后呢 中间的这个位置 能看到这种颜色的木质贴片 这个我记得在上一代的三系 就是F系列那一代底盘的 328上用过类似的颜色的材质 这个颜色选的就很好啊 它不会让你觉得很老气 同时呢 对于档次感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面前是全液晶仪表盘啊 这个是应该的了 在地台中央有一个旋钮 可以调节它的驾驶模式 你会看到 Smart 聪明 然后Eco 经济模式 以及舒适 运动和定制 这么几种驾驶模式 每一种它的UI界面都会有一些变化的 在仪表盘的中间 你会看到一个小车 那理论上L2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 我猜会有啦 因为前面我看到了毫米波雷达 然后这里的一些摄像头什么都会配齐 所以硬件层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当然我现在没有配置表啊 这台车是 原版进口的韩国的车型 包括这个系统里面也只有英文和韩文两种操作的语言 它的触控的按键会比较多一些 这一块中控大屏外面的 两列都是触控式的按键 下面的这片空调的操作面板也都是触控式的按键 屏幕本身也可以触控式的操作 我试了一下 所有的触控操作 它的流畅度 反应的灵敏度都是过关的 尤其是下面空调的这一片 因为之前用过很多这种触控式的空调 会觉得 比较难去操作 有一定的误操作机率 但是这个只要你能瞄准的话 基本上碰一下 马上就有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实体的按键 尤其是 音响啊空调啊这两个常用的功能 我觉得还是 实体的按键会 更好操作一些 另外你也不会对档次感有太多的削减 韩系车的一贯的优势就是配置高 这台车我看到了 前排的 最加热 最通风 还有方向盘加热 各位 你知道 一旦有方向盘加热 那其他的基础配置肯定都会打得非常高了 前面这片电子手刹 凹多后的365全景影像啊 以及方向盘的换挡拨片啊 自信巡航啊 这些东西都是不在话下的 呃 非常期待啊 未来这个国产版本的 我们来看看它的配置水平怎么样 乘坐 这个就是我目前的 坐姿 头部空间是有 不到四指 三指多一点 应该说这个头部空间是稍微小了一些的 跟它的外观这种相对流线一点的造型也是有关系 储物空间的门板肯定是上下两层 这个位置地台的中央 前面呢是一个储物的深坑啊 你要推开那个盖板里面是一个储物深坑 里面有12伏的点音器电源以及两个USB 我没有看到Type-C啊 稍微有一点不够与时俱进了 后面是两个背架以及一个敞开的储物槽 这个储物槽里面是有一个 呃 无线充电的面板的 你的手机可以放在里面无线充电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架子啊 你们猜这个是个啥 我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搞明白 后来销售小哥过来跟我说 这就是一个固定手机的一个 托板 就是靠中间这个火板来 工作的就是把手机这样 顶在那个 充电的面板上让他不要乱动 我觉得这个架子体积是不是有点大啊 这个架子你可以完全把它 拿掉 这样的话你就会多出一个很大的储物深坑了 中央扶手箱容积普通中等偏上吧 然后这边是常规的手套箱啊等等就不给大家看了 但是他没有头顶的这个 眼镜盒 应该说整个内饰给我的感觉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包括用料 设计等等各个层面都是 比较那种平和的基础状态 加上一些运动氛围的点缀 包括这个翻向盘 三幅平底 还有换挡撥片 皮质啊握感都不错 握环呢窄了一点 如果再宽一点 再粗一些啊 这个运动的手感会更强烈 这个就是前排的情况 我们再去后排看一下 后排空间正常水平 腿部两拳多一点 头部四肢多一点 这个后排的座椅高度啊 比前排还要再低一些啊 我们一般说这个剧院式设计 后面比前面高 它这个是 反剧院式设计 让你有那种被包围在里面的感觉 你看这个车窗的下沿 已经是到脖子了是吧 你是坐在这个里面被保护起来的感觉 配置层面呢 比我预期的要低一些 我想象啊 后面这个扶手打开 应该有各种液晶面板操控按键什么的 但是没有啊 只有两个背架 然后呢 这边有最加热的功能 这里呢有一个USB接口和一个12V点击器电源 然后上面的出风口 可能是我预期太高了啊 也跟这个版本估计有点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进口的车型 不知道是什么配置 也不知道未来国产的配置会是什么水平 然后呢 木板也是跟前面一样的 这种 中黑色的感觉 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很喜欢这种颜色的配色 头上有一个全景天窗 然后地板中央有一个鼓包 这个尺寸 还行 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这个座椅本身是比较宽大的那种 坐垫的承托度都很不错 中间是有单独的头枕的啊 后面有三个头枕 然后呢 这个扶手打开之后 这个位置是可以直接连通到后备箱内部的 可以去里面拿一些东西 但是它并没有设计后排座椅的放倒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位的家用车还是应该来一个 座椅按比例放倒 这样你的实用性会更高一些 它的儿童安全座椅的接口是这种外路式的 直接 推开这个挡板就快安装了 这样的安装的方便程度还是挺不错的 另外副驾驶有 侧面的老板件 这个副驾驶再补充一句啊 它还有一个别的车上没有见过的功能就是副驾驶的一键躺倒 那因为这个 成本制约我不可能在 后排座椅给它装电动座椅对吧 所以就通过副驾来电动的 一键放倒 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 挺有意思的 毕竟这个副驾也不存在做什么老板秘书之类啊 都是自己的家人 他在副驾用一键让自己躺倒 获得一个很舒服的姿势 这个思路还是挺有意思 未来 国产版本搭载的动力总成 预计会是1.5T加上7速双离合 具体参数什么都不知道啊 价位也不知道 会在9月份进行一个轴距的加长 然后有东风月达奇亚来国产 就看上市之后定个什么价格了 今天这些信息什么都没有啊 就带大家看一个热闹 大概是什么感觉 实败车就到这里 我是老胡下次再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